来到中山北路七段的232巷口 可以看见天母水管路的地标 这里也就是大部分人所说的天母古道 从登山口石阶而上 可以看见一条又粗又黑的大水管 依偎在步道旁 同时还可以听到重重的流水声 因为这里可是日据时代所开辟的一条运水路 日据时代台北的人口日渐增加 公管净水场的自来水逐渐感到不够持用 日本政府在阳明山取得了新的水源 从1928年到1932年间盖了这条大水管 将阳明山的水稻水运到山下供民重使用 在黑水管的伴随之下持续往上爬 大约征服1400多个石阶之后 会遇到一座凉亭 接着左转进入一条平坦阴凉 沿着山腰屁建的缓山步道 就会看见一间小石屋 这里面就是所谓的调整井 建于西元1929年 从阳明泳泉取得的第三水源第一水源 大量汇集在这调整井里面 调整井发挥调节水量减轻压力的功能 将阳明山的水源大量送到山下 供发电以及饮用水使用 走完十梯 接下来就是平坦的泥土路 整条步道相当凉爽 视野开阔 远眺还可以看见沙帽山 位在步道右方这片和地面几乎垂直的陡峭岩壁 是由巨大的火城岩盐块所组成 这一连串的岩石都是所谓的安山岩 安山岩是火城岩的一种 由安山岩可以推测 早期大屯火山的火山熔岩 从此不断的推进 由这个纹理 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火山熔岩在不断推进的情况 如果很仔细的看 这里可以看到有黑色的结晶 那代表里面有铁和铁的成分 安山岩是很好的建材 那所以我们在建筑寺庙的时候 寺庙的龙树 墙壁的石雕 都可以用安山岩来制作 走在天母古道 沿路都可以看见右方的山壁上 长满各式各样的蕨类 因为这里属于比较潮湿的环境 所以适合蕨类生长 丰富的种类是大自然的最佳教材 比较特殊的有观音作脸 在叶子的肌部有叶枕的构造 叶子的底端有所谓两片脱叶 用来保护叶子的生长 那叶子脱落以后 它的叶脱叶会保持成木质化 好像形成一种类似观世音菩萨的脸座一般的东西 我们称之为观音作脸 游客走在天母古道 连途除了可以欣赏各有特色的蕨类 低头仔细地找一找 还可以看见丰富多样的昆虫 这种动物叫做赤山球 是属于马鹿的一种 马鹿是属于百竹虫 这种呢 每一班节之间有两对角 所以它又叫千竹虫 从它的体色来看 红黑相间 所以它是一种警戒色 它喜欢在落叶潮湿的地方 它捕食比较捕食的东西 爬坡的涂舟会经过一座打印台 游客可以带着白纸 或是青山护照折叶留下纪念 来到天母古道 有一个必去的景点 就是翠峰瀑布 沿着打印台旁边的这条石阶步道 向前迈进 大约二十分钟的路程 就可以到达 这个瀑布名叫翠峰瀑布 因为在沙漠山的南侧 所以我们又称之为沙漠瀑布 这条溪流来自松溪 是南黄溪的支流 我们可以从这石头的颜色看出 这里的石头呈现出金黄色 以及红色的色泽 表示这溪流里面 含有大量的铁质 漫步在天母古道 沐浴在奔多金之下 沿途猛烈的景色带来一场视觉享乐 全长大约2.6公里的天母古道 走起来轻松不费力 来到这里可以享受大自然的美好风光 远离城市的喧嚣